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个地方有一个袋子然后有一个扣子 底下的话就是这种磨边的设计 然后这条扣子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它是一个高腰的设计就比较显高显瘦嘛 所以虽然只有三十几块钱 但是性价比还是挺高的我比较喜欢 然后买的第二件就是一个黄色的针织背心 是花了25块钱买的一个菊马 这个衣服拿到手后我觉得这个颜色就是特别好看 我比较喜欢这个颜色是比较显白的一个颜色嘛 然后它的面料的话是那种针织的面料也是比较舒服的 线头的话也是没有什么线头比较好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它的缺点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吊带的带子有点长 穿在身上的话就有点容易走光 而且弄的肉会比较多就有点显胖 所以这件衣服还是适合比较瘦的小姐姐们穿 如果就像我的话我的肩膀肉比较多 所以穿着就不是那么好看 我买的第三件就是一个彩虹条的T恤 就是我身上的这件是花了25块钱买的一个菊马 然后这个颜色这个衣服的颜色它和图片也是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那种比较小清新比较夏天的那种颜色嘛 然后这件衣服的线头也是比较少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衣服它的面料比较粗糙 我洗过一次还就是那种比较容易皱 然后这个领子是没有变形的 这个衣服的话我觉得还好吧 就是和价格对得上 我买的第四条就是一条蓝色的高腰牛仔短裤 是花了38块钱买的一个S嘛 然后这条裤子拿到手后也是有一股很大的那种牛仔布料的味道嘛 但是洗过以后也是它的味道会淡很多 然后这个裤子的颜色是那种做旧的蓝色 不过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像是有一点容易显脏 而且这个裤子它就是那种比较宽大的那种比较松松垮垮的 穿在腿上就有一点容易显胖那种显肥的 而且这条裤子它的裤腿长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条裤子相比于第一条牛仔短裤来说 我不是很喜欢 我觉得第一条会更好看 我买的第五件就是一个橘红色的短袖 是花了45块钱买的一个GMA 然后这个衣服的颜色 在相机里面看可能它要稍微深一些 但是它实际颜色和图片是差不多的 没有什么色差 这个颜色也是特别显白 就是那种复古的感觉吧 那种有点点港风的感觉 所以这件衣服我也是挺喜欢的 然后它的布料的话 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穿在身上也还是挺舒服的 虽然它是一个GMA 但是穿在我身上也是刚刚好的 我觉得比较适合我吧 然后这个衣服我在他们家看了一下 好像是下架了 所以我就去把这个图片拿着 去搜了一下同款 然后发现其他家的衣服 好像要比它要便宜一些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搜一下 然后我买的第六件 就是一个小花朵的衬衫 是花了38块钱买的一个GMA 然后这个衣服的实物 其实和图片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就这种小花花 我觉得这个小花花我还是挺喜欢的 就是那种有一点好看的 那种小花花吧 但是这个衣服吧 它就是它的领子 它的领子和这件衣服都是比较大 不是很适合我们小个子穿 就是我穿着就会很怪怪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衣服的这种 感觉还是不错的 然后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这个衣服特别容易皱 我看它图片里面就是好像特别容易皱 所以这件衣服我不是很推荐给小个子女士们 第七件呢就是前一次测评裙子的时候测评的一条 吊带连衣裙也是在他们家买的 这条裙子的话它就是那种土式的感觉 这种颜色和图片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那种土黄土黄的颜色 而且它就是那种看起来就特别年价的感觉 它的这个吊带的话也是那种比较显胖的 所以这条裙子我也不是很推荐 就是那种特别丑的 然后最后一条 本来我买的是一条黏衣裙的 然后它给我发成了一个白色衬衫 我就去找了一下他们家的客服 然后他们家客服也一直没有给我解决这个问题嘛 所以我就直接说这个衬衫吧 这个衬衫的话 它也是穿在我身上 我买的是一个军马穿在我身上也是特别大的 而且这个领子就特别的不服帖 穿在我身上就是那种比较稠的感觉 而且这个地方这个口袋的话 也不是那种平整的那种口袋 所以我觉得这个口袋还是挺稠的 这件衣服它其实和图片是没有什么色差的 就是这个小花花就是那种小清新的颜色 但是我觉得也是不怎么适合小个子 这件衣服的面料还是挺舒服的 穿在身上就是那种清清凉凉的感觉 最后呢就分享一下 我在他们家购物的一个体验吧 因为这家店铺也是大家分享给我的 我以前没有在他们家买过衣服嘛 所以这次我就买了八件衣服 我发现他们家发货的速度和物流都还是挺快的 就是两三天就能到我们这儿 然后就是对于他们家的客服 我觉得他们家客服真的是特别的无语 就是那个短售 它本来是 就是它给我发的那个短售嘛 本来是只要三十多块钱的 但是我买的是一个连衣裙就花了五十多块钱 然后它给我发的是一个短售 我找它的找了两三四嘛 它都没有给我解决 所以我还是挺无语的 然后对于这些衣服的而言 就是第一条那个短裤和那个橘红色的短售 是我比较喜欢的 没有什么 我觉得个人觉得没有什么缺点 性价比比较高的 然后其他的几件衣服的话 要么就是君马我穿不得 还有有的就是我不是很喜欢的 所以这家店铺的话 我觉得小个子还是 那些君马的衬衫 还是尽量不要尝试 还是挺大的 不是很适合我们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关注我 并帮我点赞 投币 转发 收藏一下吧 拜拜